走到哪都是满满人潮 大陸在十一国庆展开围棋七天的廉价 相关的管制也不敢松懈 因为紧接着再过不到几天 十月十六号全球瞩目的二十大 就要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登场 而在这期间持续着维稳步调 就是最保险的做法 而刚好台湾的双十国庆 就卡在这关键期 习近平会在二十大 就取得第三任的任期 那是五年 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 两岸的状态在目前来讲的话 是全世界都很担心的 会发生战争的地方 我们希望在国庆之后 那两岸的情势能够因为 习近平已经取得了第三任了 然后能够去反和 而且我们来朝向说 到底和平怎么样子 能够维持下去 就在对岸为了二十大 而小心翼翼的同时 蔡政府也有年底的九合一选举要应付 在选情相对不容乐观的情况下 如何利用难得的双十国庆 从一波震流量 还需维持住两岸的恐怖平衡 都得要好好拿捏 尤其时间到回一年前的十月十号 坚持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 在去年国庆大典致辞时 重申两岸关系维持现状 同时提出四个坚持 严明两岸互不隶属 这一番总统言论就已经让对岸气炸了 直批这个是赤裸裸的贩卖两国论 其实他们知道这是相当的敏感 今年要有九合一选举 民进党目前为止其实不是很顺遂 他会配合过去的抗中宝台这个部分 他的文字里面对于中国会有比较多的琢磨 而且可以强硬一点 那因为只要他强硬的时候 那中国部分势必必须要有回应 那这样子就会有这样的选票的效果 看看这一年来 两岸全面加强对台湾的文攻武嚇 加上裴洛西的访台 大陆进一步强势嗅肌肉 实施前所未见的围台军演 都让两岸关系持续恶化 根据两岸关系年度大调查显示 民众对于两岸外交军事和官方互动关系的感受 都正在恶化 认为这三项指标偏向敌对或紧张状态者 超过了六成 创下历年调查新高 关系能修补还是再恶化 如今处在中共二十大前与双十国庆后 两方的每个动作 每句言论 都着实牵动着两岸的下一步 TVB新闻朱光红 陈文岳台北采访报道 掌握全球情绪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